百香果是维生素A很好的来源 也是维生素C甲钙铁的优质来源 一颗百香果几乎可以提供 每天所需维生素C70%的含量 多吃百香果有利于降低血压和维护心血管健康 赶快来介绍如何挑选百香果吧 除了增添风味之外 其实百香果的营养价值也不容小觑 为什么呢 一般人想到百香果除了好吃之外 第一个你可能比较难想象 百香果其实它的新人维持含量其实是算高的 在蔬果里面它纤维质含量很高 你知道现代人因为大肠癌的风险高 所以纤维质非常重要 而且如果是水龙性纤维 还可以降低血脂肪 第二个你可能也想象不到的是 它的β胡萝卜素素含量很高 因为黄色 对 它其实除了β胡萝卜素之外 就是它的玉米黄值也很高 也就是说它整体来讲 我们叫做生物类黄酮的量 在这些所有的果汁类中算是高的 第三个当然它的维他命C也不容小觑 刚才讲到说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虽然百香果它可能是七八月胜财 可是如果冬天的时候你更该吃它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的冬天最怕什么病 比如说最怕可能是呼吸道的疾病 像是病毒的感染 甚至像是有些人知气管发炎或气喘起来 你想想看维他命C 很多人都觉得可以提高免疫力对不对 刚才的β胡萝卜素 它如果变成维他命A的时候 它对一个东西有好处 本来你一般人都觉得只对眼睛很有好处 其实它对你的黏膜有好处 所以对一些爱过去更 然后你要想说冬天三不五时 就在那边气喘 发炎 过敏的人 其实百香果可能是冬季保养的 另外一个选择 而且请教一下黄医师 这两个评价不起眼 然后维生素C也都含量超高 那人体里头维生素C 真的好处多多 维生素C的好处 大家应该都略知一二 那我今天就不要让大家只知一二 我让大家知道六 略知六 这么多好处 其实大概整理起来 第一个大家最常听到 维生素C好处就是那个坏血病嘛 有些船员没有带水果上船 然后每个都流血流都乱七八糟 就带柠檬 对 现在后来就要带个柠檬 挤一挤就OK了 那第二个好处是它可以呢 帮助我们的这个 铁质的吸收 你知道我们每次在讲铁质的时候 动物性的铁质可以直接被吸收 它吸收率很高 可是植物性的铁质呢 就没有那么好吸收了 这时候现在就需要 维生素C的帮忙 经过它的转换之后 我们的那个十二指肠吸收铁质的几率 就会比较高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它可以增强抵抗力 刚才肃清有讲过了 还有不气喘的孩子 第四个呢 很重要 眼睛老化呢 用吃维他命C含的 丰富的维他命C的水果呢 它可以减缓我们眼睛退化 跟老化的一个风险 对我们心血管疾病也好 还有女生最喜欢美白 就黑色素 那个减少它的这个 皮肤的这个颜色的成分 这个百香果我们平常比较少知道说 它到底是什么营养素比较多 是不是它就是C呢 其实你看百香果的话 很好玩 你会像什么东西 这么漂亮 像日葵啊 像什么 其实日本像石中 日本叫做Tokeso 就是石中果 Tokeso就是这样来的 对就这样来的 Tokes是日本那个 石季 计时Tokeso 了解 然后呢 它的英文名字更好玩 叫做Passing Fruit 就是热情的骨髓果 所以它其实它的不管是英文名字 或日本名字 都是跟我们台湾名字不太一样 但是都非常有趣 那它你看它里面 它既然是橘色系的话呢 表示里面还有很多的Beta胡萝卜素 当然Vitamin C含量非常非常丰富 而且尤其它是生吃 它本身呢 它能够 因为它酸甜可口 能够生津止渴 它能够让我们醒脑 而且吃完之后呢 能够促进食欲 所以有时候百香果不能空腹吃 因为它酸度比较多 所以有些 如果说有些胃溃疡的人 如果空腹吃的话 比较会刺激胃酸分泌 但是百香果呢 最近是有比较多的研究 是认为它里面有些类黄童 或是说Peta胡萝卜素之类的 因为它可能对我们身体 有其他的功能 譬如说有人认为降血脂呢 能够降血压呢 还有其他的成分 譬如说当然有 可以抗衰老养元的成分 那可是呢 有人认为百香果 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说 有些会引发过敏 所以像有些气喘的人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可是老师我看到是相反的 因为昨天我跟一个好朋友在聊天 我就说我女儿过敏很严 她说你让你女儿吃百香果 因为我其实很少买百香果 刚刚讲为什么不买的原因 她说吃百香果 而且她说我好像听过 你们节目有讲 所以我想说 这里面其实营养价值没有讲到 可以抗过敏 可是我后来真的去查 她说如果你有过敏的人 一天吃四颗 真的啊 分时断吃 因为它生物类黄童酥 还有C 是可以抗过敏的 它几乎就是 像过敏的话是每个每个 对某些食物会过敏 某些食物不会过敏 譬如说像会过敏东西的话 其实像芒果 有些人认为芒果很好 但是有些人会过敏 那百香果也是一样 那可能是某些成分会引起过敏 但有些不会过敏就没有关系 因为过敏其实 个人的那个特异性体质差很多 就像你说奇异果 奇异果也是 奇异果也是过敏的水果 但是有些人认为是说 奇异果很好 就是过敏其实因体质而已 如果你对奇异果 或是说你对百香果 没有过敏体质的话 你当然是说 所以你觉得说 如果营养这样来讲 是可以试的咯 是 因为它里面 维他命C的关系 其实C多的话 大部分都能够抗自由基 因为很多过敏都是自由基 对身体的伤害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帮我女儿当实验 谢谢她 一天吃两三颗 结果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还OK啦 就是全神奇迹 我还记得还没有给她吃 因为我们